那年,我来度假,一个老光棍竟有幸相识了遇见 他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他从不说自己的过去 若见不到你,也许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黑瞎子灵的千大当将 他外国人心还挺大的 当初,我以为他只是有段忧伤的过去 不愿提及,反正相爱就足够了 我们都以为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谁知,待他回国后,我们的婚姻非得没有受到祝福 反而引发了各种猜疾 他不说自己的过去,就通不过审查 于是,那帮家伙开始迫害我们 与亲,他是那么的高傲 他无法忍受羞辱 自杀了 我是个懦弱的人 我没有勇气跟他做一样的选择 而是,而是猥琐地跑了 先是故乡过来,然后日本 最后又回到这里 就像个无处安生的游魂 我每天都在计算公事 解刺 缓解内心的自责 但我知道 这没用 我的每一天 都是鬼色的 老家伙 王大鼎是我哥 我知道 他现在什么情况 陆带领 我靠 开口 我们都在这个地方 我们都查看过了 就除了这儿 于是 就抓狂了 你抓狂的时候 逻辑思维真的好混乱 一边用手 解开门把手上的铁链子 一边申请老犹太偷偷到了这里 万一呢 万一老的犹太进来之后 用什么法术 双手春枪而出 又把铁链给记住 你们用不着冷嘲热讽吧 他能逃跑 必然是在大家都 没有注意的空档 就在我 像打狗一样 把你放倒的时候 大家都被你吸引去了 就忽略了他 我跟你有什么 云杰什么丑了 你打完我以后 你还侮辱我 我提醒你啊 好歹我帮过你吧 是我让你登上舞台 才展现了自己的残疑 现在情况比较严重 跑掉一个人 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 大家再分头找一下吧 好 等一下 快跟着 回到老顶 两人一组 走 是 您有什么疏忽了 露小姐 我作为行为痕迹分析专家 有必要和你进行一些探讨 刚才我拿花逗你 无非就是演出一个话题 你曾经拿小永兴的面目识人 但是 被你巧妙地回避了 因为这个话题 会迅速地引起大家对你的惶惑 正因为如此 你的大脑旁固不及 就疏忽了其他的问题 回你们的房间 你脱口就说 老犹太逃跑 情况严重 而我恰恰认为 这对你们是个好消息 回你们的房间 或许这里有出去的路 让他出下去 先把枪放下 朋友们 知道你很危险 露小姐 我们一起把枪 放下 先听他把华硕碗 他们都是蛊惑人的高手 放心吧 这里没有纯人 我们一起把枪放下 王莲蒂娜 把枪放下 陆夏姐 他把枪放下 老犹太人畜无害 我想大家没有反对意见吧 我想不出他逃跑了 对面对如此境界的你们 还能产生更负面的影响吗 如果老犹太真的跑掉了 而不是躲在某个僻静的地方睡觉 那各位是不是应该好好想想 这个场合 会不会有什么 可以提供大家 溜至大旗的暗道什么的 真就是 这只是我的猜测 我随便说说的 面对这么一个 对大家来说 都算是不错的机缘 陆小姐暴露的心态 却是情况严重 为什么 这是因为恐惧吗 曾经发誓 但凡见着你我就杀了你 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因为我哥 我要你帮忙 你欠我的 请大家注意专家的用词 恐惧 是的 恐惧 当王先生试图告诉大家 这里或许有出去的路时 陆小姐本能地掏出手枪 试图阻止我和大家分享 这么积极有意义的信息 你就丝毫不在意 这种阻止 会受到大家的干扰吗 你受过良好的训练 却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 为什么 因为恐惧 大家不要提醒他的蛊惑 我之所以这么做 原因就是因为 当你们在扣押我和王大鼎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威胁过日下部了 周知 来 是不是 威胁日下部必须妥协 就杀掉我和王大鼎 这个事情 好 我知道了 正在对峙中 你们给了他们多少时间 一个小时 你们是不是傻 日下部要是不妥协呢 那就是鱼死网破 问题是日下部要是鸡眼了 要是不顾伤亡 你们能扛多久 你们还能活下去吗 这一点 陆小姐一定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面对这一点 你好像一点都不害怕了 为什么 除非你希望看到这个结果 牺牲大家 保全自己 你从乔治白那里 顺出了多少信心 你这是李贱 韩是陈氏兄弟 或者是巴布洛夫 王林尼娜 或者其他什么 这个黎左 是我们在东北 唯一的灵犀人 可是现在失联了 可是黎左失踪了 你们又困在这里 怎么样才能拿到那笔钱呢 我基本明白是怎么回事 杀害石渊的凶手就是他 可是黎左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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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又困在这里 怎么样才能拿到那笔钱呢 我基本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基本明白是怎么回事 杀害羽 闭嘴吧 你们俩还没有那么亲密 别被他裹挟了 你们真是栽赃啊 为什么你不害怕 日下不歇斯底里 因为这就是你想要的 打起来了你就躲起来 他们死多少你都不在乎 因为把谋杀罪名 安排在死人身上最简单 王大鼎 海岸 检查绳索 标扣 绳索 放置合适程度 大米饭 放心吃 我拿来的不杀头 听好了啊 我和陈佳莹一样 都是共产党的卧底 所以有事 你得听我的 陈梁 哎呀妈呀 你都跟我撂实底了 那我也不给你整齐点 我跟你说实话啊 其实我也是有身份的人 我是你不好 行啊 学聪明了 姓豆的 我把话撂着 你迟早会死全家 行啊 打个赌呗 我也把话了着 你的王大顶 一定会死在我的面前 还有他的陈佳莹 你说啥呢 你给我站住 我是说啥呢 他就会死了 他就不如船 他就在混在 我 在索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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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兵 警长 我们的突击准备已经就绪 我现在需要一个人 进入敌方内部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然后鸣枪传好 到时候 我们就会发起突击 一组围堵大门 一组破窗而入 进入敌人内部的是我 其实 我早应该想到 众目睽睽之下 进入敌人内部 然后鸣枪传号 丝毫不用考虑 我是不是会被他们干掉 是王国击谁 用不了他就是 这还是个值钱的玩意儿啊 是啊 人类搜山之后啊 都是高举双手 所以小碧的前三个真二区域 很容易被忽略 这把枪的子弹是特制的 很容易辨识 所以 你要想杀药他俩 得另找枪支 混战中这并不得了 事案虽说是个借口 但那俩肯定会查 那俩再查了 真相就不可控了 那就太麻烦了 对吧 咱们我知道 他怎么 Road 有点子弗 лин 抢我的风头啊 不是 这回我是主角 之前不说好了吗 你发现没有 改说到没有 咱俩这回真是心灵相同了 还好意思说 刚才我在他是凶手的时候 你差点就露馅了 瞬间都折不去了嘛 而且也帮你原了邏輯 我跟你说 陈氏兄弟的断线 是因为陆带琳的截户 那笔钱一旦从银行流出来 就真的成城市现金了 后果就是负面的 因为那意味着 南京方或者说南京方的某一个派系 更倾向于青梅日本 结盟纳粹 这帮不一样的 刚才陆带琳试图阻止我对她的破戏 就想乔志白求救 乔志白没理她 她心情失落 但这个单一的心情倒是显示 她对美国人和老犹太之间的秘密 并不清楚 这是一个惊喜 美国人的秘密能盖住我就放心了 剩下的 就是要想办法让他们同意 我们 把她带走 我要从她身上 挖出所有的信息 暗中告诉组织 犹太人的钱就算有救 在政治上也能做博旋 可她会暴露 你在政治现金这个性质上撒了火 只要人在我的视线里 我就能够控制 这个我擅长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华琳丽娜 她和我一样 对陆带琳心存戒备 但古怪的是 每当提到老犹太的话题 她却刻意回避 事实上 她是极其关注的 所有的人 只有她在我眼中 还不是透明的 这让我很忐忑 算了 我再琢磨琢磨 你出去观察一下 陈佳颖这个妖孽 让你费心了吧 陈佳颖这个妖孽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没错 他现在是想什么 他就是在栽赃录带领 但是 他只是要救你们的命懂吗 你们的组合 谁都不会往友好上想 而且 那个 今天小幕后的秘密 要是被曝光了 就是个灾 这话说得够明白了吧 解读陈佳颖的逻辑没有意义 他这行为痕迹分析专家 很多判断途径 大家都想不到 解读陈佳颖的逻辑没有意义 但是状态很稳定 但是这没什么关系呢 反正我跟陈敏章已经曝光了 无所谓 其实我们 我们对陆带领 也是心存恐惧的 所以啊 说他是杀害石垣的凶手 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坏处 把谋杀深渊的凶手交出去 这一架对峙 日本人就没了 导致上的合理性 我们再宣布 有条件投降 暂时抠押 陈佳颖 王达颠 等待各奔外事机构介入 反正我们不再有钱挂了 不怕等 你是说陈佳颖跟王达颠 陆带领绝对不能 由他们俩带走 这俩一走 谁都保不准 会再发生什么事 大家注意了 有人要上来 赛颖 楼下来人了 情况不明 所以我们现在 最好都待在一块儿 各位 日下大佐 已经跟各国外事人员沟通了 正在等待结果 大佐为了表达善意 让后厨做了晚餐 让我给送来 并派我沟通更加细致的 幕合条件 各位 食物很多 让我上去吧 现在开始倒计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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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对他俩还没有实时进步 你希望这样吗 他怎么一来 我们跟大家的沟通就被打断了 我真讨厌 真讨厌 真讨厌 怎么样 日下部派你来跟我们沟通 一定给了你条件底线吧 直接说出来吧 别耽误功夫 日下大佐让我转告你们 在这里 对陷阱方实施武力 是绝不被允许的 放弃抵抗是底线 不管你们是否被激怒 凶手交给你们 什么 我们把谋杀十元的凶手 交给你们 以此表示 我们请求有条件的投降 凶手 你们抓住了 我们武装战主角里 都是无奈着去 我们需要时间和空间 来排斥精凶 以免无故的人背骨鞋 所以先警方 应对我们给予了解 不要再保以敌对的态度 认真考虑我们的诉求 他在磨蹭什么 按预定时间他应该明枪了 别太过分了大头 给他一个寻找安全位置的时间 这不算过分 那就再给他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发起攻击 陆小姐你听好了 我在你 是为了带你逃脱这里 我知道你代表南京方 玩满铁 是你最好的引荐方 所以 告诉我李佐在哪儿 这样当你和满铁接触之后 就省去了不必要的过程 会迅速 建立信任的 你给我上了不错的一课呀 恐惧 是会让人暴露出最内心的东西 是你想控制我 越是难难听说声 你就越觉得你又不可高人之心 你在恐惧什么 或许是你想控制我 结果你发现突然做不到了 于是你忙不迭的 想掏出李佐现在的下落 你信息库里现在就缺这个了吧 我弄醒他了 能捅我的混蛋 老实点 来 等一会儿 那个 我们 跟他一起下去 走不下去 等等 把他 交给 游君将就试了 你跟陈先生不能走 你什么意思 对不起 我们投降是有条件的 如果没有了人质 条件也就没了 你们顾客吹巧啊你们 王大廷你快点行不行 打个一会儿扎什么起 不是凶手已经找到了 事情都好软了 你们还要扣押人质 那谁相信你们是要投降啊 五分钟已经过了 站住啊 野剑可成 我不可能无限制地登下去 这是战斗 用你们脑子想想行不行 把我和陈佳莹反对里面好吗 黄大廷 既然窦警长来了 就不需要咱们俩带走凶手了 算了吧 走走走走 等一儿 你带着枪你 窦警长 你不是来讲和的 利品ak novels 途机进行 跟动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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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哼 开门 起座上 驾 别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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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杀十元的凶手 都蹲下 蹲下 离开旁边 不要让他们觉得你们会还击 快进去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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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琳丽娃 你在干什么 停着攻击 停着攻击 他们有条件投降 我们可以恢复谈判 都冷静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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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会还击的 冷静 冷静 他是年初从国内接逃的 一名和武力学专家 美国老的财富任务 不是真实陷阱 是他 在遇到麻烦之后 就税具保帅 随法剪辑出不了封锁 他们比你无害要焦虑 懂吗 你竟还有我不知道的特殊任务 江先生 他是苏方委员会的人 他派给我的活 我不管不及的 组织的问候 我也带到 二位 告辞 好 苏方委员会的人 我们还是得小心 最好跟他保持距离 我琳琳呢 我 就是个科学家 我只会搞研究 可就因为 我是个犹太人 我没做汇报 我 娶回了一个外国妻子 那些肮脏的政客就大做文章 那些人有多邪恶 你们不会不知道 我妻子受不了迫害 死了 你给我闭嘴 威莉莉娜 真是现今是骗局 现在根据拿不到钱了 杀了他 没让他逃去美国 我们还能将攻击罪 你知不知道他是宗侯 我都去忘了 他是我们唯一的局面稻草 威莉莉娜 我认你很久了威莉莉娜 不知从什么说起 你开始描述我的尊严 总是有意无意在人前跟我唱防调 甚至封刺我们的国家 我原以为是因为我在变老 无法再满足你 所以我只能忍 没想到你变成同传异闷的陌生人 你是恐惧吗 我知道 把骗局当政 戏弄了最高领袖 我也很恐惧 我想到了结果 但我发现我反复会想 能跟你一起死 我会很幸运 二十二年的婚姻 我是如此爱你 还记得 你还记得第一次相遇吗 一个年轻姑娘 扭上了脚 当时 当时我把你抱在怀里 满上破的叶花 让我沉醉 和我沉醉 我想我深爱她 我们的国家 因为有你 和我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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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个阵营的专属 它属于全人类的和我沉醉 蒋先生的命令 也不是罪告知识瓦丽丽娜 否则 不会交别有外交身份的人 他们 不代表我们的国家 也别为了他们善良 如果我们 我们会有爱情 万年什么情况 我想 应该是每个人都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吧 是巴布洛夫和巴雷妮娜 保护了老犹太 大灯家的 咋样 睡觉拉屎你们随便 就是别跟我说话 咋的了 啥大事也把我叫回来 火急火燎 得发三封电报 真会挑时候 我刚到邓晶晶画实习 那是一个更高级的军事院校 咱妈跟人私奔了 去的苏联 这好事啊 罗曼蒂克 啥玩 啥叫罗曼蒂克 就是呢 吴刚跟嫦娥那种 非常美好的男女关系 我告诉你别裹乱啊 咱爹是去世的早 这妈能再找人幸福 咱当儿女的应该支持 知道吗 嗯 跟谁啊 这这你就别问我 我哪知道吧 不是跟你管管我行吗 她妈跟人家跑了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就要结婚一下 了 我很累啊 不是啊 大祖奶奶起黑家领 就是女人当家呀 这都上下五千年 那规矩了都 哥你知道 周边六宅 那你不要通报一下 觉得咱妈走了 我镇不住 哥 你管管管管管 那那那驴养的啊 干准备 你有什么权利擅自逼挺突袭 你 哎呀 就像我这人缘混的 这事要是放了别人 叔叔就得离宫了 就因为你带出了 谋杀石原的凶手吗 如果不是石原为我求情 我早就没有资格 继续待在这儿了 我很感激他 我和石原我们之间 有着深厚的友谊 所以对于我来说 抓住谋杀石原的凶手 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对不起 我不能因为这个 就变成一个屁事不懂的人 大佐 不计任何伤亡的抢功 本身就是存在政治风险的 而且他们已经答应 有条件投降 我们唯一的借口没有了 我们要的是钱 不是他们的命对吗 而且我想 你心里是清楚这些的 老人 也不会因为我一个小小的警长 就下令停止突袭 陈嘉莹的情况怎么样 那些家伙呢 既然同意投降 陈往二人的安全或下 就不用担心 陆带领曾经骗了我们所有的人 这说明他或许掌握了更多的秘密 或许隐藏了更多的秘密 对 实际团队长 也许就是发现了这些不该发现的秘密 而惨人招杀害的原因嘛 所以我说先 还口气 等陆带领苏醒 先从他下手 楼上那些家伙交给陈嘉莹和王大鼎去周旋 我们每个人都有宣泄暴虐的欲望 但真正的强者更要懂得去克制 尤其是在这片王道乐图 哥 那陈嘉莹他们 我没杀掉他们让你很失望对吗 不是 哥 为了证明我是对的 这话说的我自己都差点感动了 而人哪 是个讲逻辑的伙 你要是没这个心思 就不会窜疼我要杀掉正在调查 石原死因的陈嘉莹和王大鼎 你觉得我才是凶手呢对吧 你觉得我才是凶手呢对吧 想让我此地无音三百两 我完蛋了 然后你趁机上位 你怎么那么迫不及待呢 来 看看我 浑身上下 哪点想杀掉石原的凶手 我 搞得自己一点智商都没有 证明陈嘉莹是不是共产党 我是不是对的 首先 不能让日下大族一时冲动丢了位置 所以我才冒着子弹逼停了冲突 这才叫心眼 懂了吗 窦警长 我做过细致的调查和测算 石原被杀当时 隐藏于饭店的所有人当中 只有你的信送无法确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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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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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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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是伤亡的冲突 这不是一件坏事 我只是对斗士霄 突然逼近冲突的动机 我小怀疑 你不是已经在他身边 安插了裴秋成吗 疑惑可以由他去解 石垣在饭店遇害的时候 隐藏在饭店里的所有人 只有斗士霄的行动无法确定 而且他还是个以偷脸的朋友 自然会让人产生怀疑 我可没有贬损你的意思啊 我只是希望你有一份 稍安勿躁的心情 我只能在里面 我只能在里面 快 走 快 快 走 陆家立不由我控制 这就是一个灾难 必须让他们放得来下去 但这得让他们干涉到北极 老犹太是负得 买不饶法白 平复的心 又掉下来了 你是蓝铁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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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犹太 你是什么人 我是几名世界顶尖的 核物理学专家之一 是个例前国争夺的对象 得不到 就杀掉 我去 这么惊讶就知道了 要这说什么我听不懂 我待会儿给你解释 有天警察 给队员们分发通缉令 我看到了上面的画像 唐玲 她正跟你妹妹在一起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你是通过密道下去 碰见了他们吗 对 你妹妹托我悄悄带走你们 但返回的时机 那么不巧 为什么 我答应你妹 现在没时间解释 请你们相信我 就对了 他可以信 我们就算能走 我们也不会走的 你为什么 刘金华 如果我们走了 刘金华就暴露了 不过你倒是可以 跟那些家伙一起走 让我妹和唐娘 演我的出镜 其他人控制下 立行社 你记住这个名字 立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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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是个组织 待会儿你帮人 肯定会审你的 我告诉你该怎么说 我告诉你该怎么说